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今天我要念一念第八课课文 给你们听一听 那小朋友,这个第八课课文是课本 课本上面有拼音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还不会念的话 你一定要拿你的课本来读一读 那你如果已经会念了 你已经知道怎么念了 你可以看老师上网 网路上上传的PDF 是没有拼音的版本 然后自己练习看看,好吗? 那我先念念看,你听我念一次 接着我会做一次课文讲解 好吗?好 第一个,第八课课文 明明的铺满 铺满 明明的铺满是一个可爱的小房子 小房子有黑色的烟囱 红色的门和两个方方的窗户 明明常常把它的零用前 从烟囱放进小房子里 有一天,小房子里的钱满了 明明把门打开 明明开心地说 哇,好多钱呀 小房子里有许多十分 两毛五分和一元的硬币 明明数了半天才数完 明明跟妈妈说 妈妈,这里一共有二十一块钱 我想把这些钱存进银行,好吗? 妈妈说 好啊,我现在就带你去吧 明明说 妈妈,谢谢您 好,现在我要念第二次 第二次我会讲解一些句子 第八课课文 明明的铺满 或者注意一下 铺满这个词 就是piggy bang 铺一声铺满 三声满 铺满 明明的铺满是一个可爱的小房子 小房子有黑色的烟囱 大家看到图片里有黑色的烟囱吗? 黑色的烟囱在这里 红色的门在哪里? 红色的门在这里 和方方的窗户 方方的窗户的方 也是方老师的方 大家有看到吗? 明明常常 常常的意思是often 常常 常常把它的零用钱 小朋友在这里跟我说一次说 零用钱 不是零用钱 是零用钱 把零用钱从烟囱放进 小房子里 有一天 小房子里的钱满了 什么情况会满了? full 明明把门打开 明明开心的说 这个字是的 很多人会说 不知道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形容词用的的 开心的说 哇 好多钱啊 小房子里有许多 十分 两毛五分 两毛五分是quarter 大家要记得哦 和一元的硬币 来跟我说一次说 硬币 硬币就是coin 四身硬 四身币 硬币 明明数了半天 这个字是数 数是count 数 不是数学的数 它们是破音字 破音字就是一个字 有两个音 两个以上的发音 叫做破音字 好 跟我说一次说 明明数了半天 才数完 就有三身数 明明跟妈妈说 妈妈 这里一共有二十一块钱 我想把这些钱存进银行 deposit 存进 好 进教室的进 好吗 妈妈说 好啊 我现在 现在 right now 立刻 我现在就带你去吧 明明说 妈妈 谢谢您 注意 您是一个 对对方的竞称 您 好 那老师现在就讲完了 之后你也要读一读 第八课的课文 好吗 让我听听看你读的课文 谢谢大家 再见